圣马雕社区进行会 是有一群蒙神呼召的美国华裔基督徒 组成的信仰纯正基督教会 宗旨是以真诚分享祖耶稣的爱 以仁爱服务社区 以宗信培育信徒 这里有神的同在 有人间真爱 这里是人身港湾 是清新家园 欢迎 有粤语、国语和英语的聚会 欢迎您和您的亲友光临 见证真爱 活出精彩 活出精彩今晚的节目 我们要送给创业当中的每一位电视机前的观众 无论是年轻人 或者是你在追求人生梦想当中 我们想你要认定上帝在你身上的托付和旨意 同时持之以恒去追求你的人生梦想 我们今晚要与你讨论这样的话题 我是圣马雕社区进行会国语堂的传道 魏开勇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朱真尼 是圣马雕社区进行会的主任牧师 今天晚上 我们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请来一位嘉宾 Jerry Jerry是这个网路安全的工程师 他要跟我们一同的来分享 大家好 我是Jerry Jerry你是湾区的高科技企业的一个网路工程师 我相信你个人的生命经历 以及你身边的许多的同事 看到了他们在创业当中的一些情形 每一天都在上演成功的故事 其实每一天也在上演很多人失败的故事 放弃的故事 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年轻人在创业当中 他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要素 很感恩我们是生活在湾区这个地方 湾区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 这个高科技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人才积极的地方 全世界很多的IT的精英都想来到这个地方 来追寻一个梦 追寻一个成功的梦 追寻一个财富的梦 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完成这个淘金的梦想 但是每个人都在这个地方不断的追寻 去寻求寻求自己的贵国梦 那么在这个地方机会很多 那么也有很多不如意的故事 并不是说你淘金成功了 你就是感觉到很满意了 那么人在永远不知满足的情况下 不断地去挣扎 不断地去抓取 所以贵国的人可以说活得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这种辛苦的背后 就是他要走向成功 有哪一些因素可以去决定他 追求不恰当的东西 然后把自己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 你可能生活很累 你就是很难得到成功 对 刚才Jerry讲到 这个在贵谷里面 如果我们要达到我们的梦想的话 我们必须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它是真言里面讲到 殷勤人的计划 逼使他获利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要在事业上面要成功 要获利或者是要做得好的话 一定要殷勤地去筹算 去计划 去时间 那个理想 我想这一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时间去创业的话 很多时候只有一个梦想 可能目标 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去付出行动 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努力的话 很难成功 你刚才讲的对 其实神很公道的 就是每个人每一天都有24个小时 每一年都有365天 但是我们怎么样的去用上帝给我们的时间 怎么样的去了解上帝给我们的目标 然后用我们的精神 用我们的才能 互相的去配合去努力 这个就是成功与失败的一个决定的因素 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如果要达到我们的理想目标的时候 我们去追寻 但是怎么样有一个平衡 你刚才讲到就是 有很多人在硅谷里面去发明 或者是高科技的时候 不断的去突破 但是怎么样的去有一个平衡的生活 怎么样才叫真正的成功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 但是肯定的成功必须要 我们要有这个毅力 我们的方向感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非常好 刚才杰瑞谈到了一个定点 诸布施谈到了一个方向 这也是正是我曾经分享过 一个人生的成功有三定 就是定点 定向和定位 那怎么样去完成这样一个选择 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就是要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 我想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 不仅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 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 他赋予你生命 一定给你生命赋予了个特别的意义 那这个意义是我们透过我们的寻求 祷告 来了解上帝让我到底做什么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公司 有那么多的项目 有那么多的机会 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吗 不一定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来 寻求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托付 当我们把这件事情认定以后 我们就绝对要持之以恨的去 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要分享 千万不要以为说 上帝他是掌管一切的 他管你一切 所以我不用去做 不是这样的教导 圣经一直就教导 你要勤勉 你要勞碌得你的果实 那我想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就是你自己所看到的身边的这些朋友们 尤其是有一些在创业当中半途而废的 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那样的后果 说我们做这种事情的话 一定要是有立定心智 我觉得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做 就是这样的 刚才朱牧师也提到了 贵谷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好的发明和创造 那么很多是顶尖的人才在这个地方 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称为所谓叫大流的人 对不对 那很多的工程师可能只是做一些代码 我们简称为马工 那么可能是神给我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坚守属于自己的一个稿位 然后这两点你看清楚了 你给自己定位清楚了 你把自己的位置看清楚了 你就不容易半途而废 当然了一旦你自己定位清楚以后 你一定要是要勤勉地工作 你去实现 这也许真是神给我们安排最好的一个职位 在这个地方认真的工作 在这个地方积累财富 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服事 在这个地方好好影响其他人 这样的人生我相信会很精彩的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我要给观众朋友们 也我们一起来讨论和分享的一个话题是 就是我们也要有眼光 对今天的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确实是日新月异 每天都在变化 但是我们的眼光要看准 就是说这种科技变化的背后 有一个最主要的东西 就是人们需求什么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网络科技 电子科技 移动通讯技术 不管什么 你要找到人的需要 所以我非常欣赏这个 有一个企业家是中国的企业家 叫马云 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 他谈到了 他说什么人在这个时代当中 能找到人们心灵你的需要 并去解决他 他就是下一个浪潮当中财富的拥有者 所以在这个时候 给我们的创业当中要有一个启示 天天在变化 我常常的成失败 失败难道是我看错了吗 是你要看到上帝把你呼召出来 放在这个地方 到底给哪些人带来需要和满足 抓住了人们的需要 你就找到了方向 你就去坚持 神就会使用你 有时候因为一个人半途而飞 他失败了 可能是因为他思想太过悲观 或者是太负面 当遇见困难的时候 就觉得我注定是失败的 或者是遇见困难的时候 就不会说持之以恒的 继续的来努力 如果这样的看法的时候 就很容易失败 我记得艾迪生在历史里面 他是一个很粗式的一个发明家 他发明了1093样新的产品 最聪明的当然是电灯 这个电灯 但是他发明这个电灯的时候 其实他是做了超于3000次的实验 然后他的那些助手都很失望了 然后就是觉得我们又失败了 但是他的看法就是说 不是失败 我是又找到一个方法 是不行 不成功的 可以再下一次再来 所以这个怎么样的继续努力的 不要只是悲观的去看 或者是负面的去看 是很重要 而且有时候人会失败 也是因为我们只是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然后没有依靠神 也没有这个人力上面的资源 所以作为基督徒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 其实就可以有弟兄姊妹的那个资源 当我们一次失败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的来得到这个鼓励 然后我们再去实践我们的理想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怎么样从神从人里面得力 因为贵谷这个地方是日新月异的科技不断的变化 所以人在这个变化当中 很容易让自己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离失自己 是因为每个人都想随不住流 所以人在这个地方很容易浮躁 那么在浮躁的情况下 很容易影响自己的判断 本来适合自己的工作 但也许就选择了放弃 那么你追求的 也许根本不属于自己的一个工作 非常有这个可能 当然了在这过程中 人要不断地赤字以恒地去努力 也许找到属于自己 神受祝福的这么一个工作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一定要赤字以恒地努力 去追寻 即使有暂时的失败 在失败中要总结 因为这么一句话说 失败是成功之谋 对 非常好 这个我也相信 人活着是要有点精神的 这是我过去写的一句诗的 里面的诗歌 人如果没有精神 他的整个的生命就出现萎缩 就出现消极 抵触 悲观 失望 甚至人生走向绝境 那这个精神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是一种呼召 是上帝对你的呼召 我这个话不是单对基督徒说的 对每个人 今天神把你放在这里 对你有一个呼召和命定 当我们把这个命定 认定成是我们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有热情 这个热情一旦燃烧起来以后 你就会有坚持力 当你心里燃烧起这种热情的时候 在路途当中那一切困难和障碍 都会被我们排除进去 对有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热情 我们就会继续的来努力 有时候人失败是因为懒惰 当然了 不愿意去付代价 因为每一个成功的背后 都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时间 精神等等的 如果没有这个热情 人就觉得 我今天晚上我就去享受 或者是我就休息 舒舒服服的 但是就没有做到 这个努力的工作 没有这个很久的去 继续的去创业 我们所谓的 delay gratification 就是有时候 我们为了要成功 或者是要做一件事情 做得好的话 我们可能暂时要付这个代价 我们暂时要去努力 然后等我们成功之后 我们再享受那个成果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这个代价怎么样去付 是源于你心中的热情 那这个热情是什么 我个人的理解 是上帝在你身上的一个呼召 我过去也是职场当中侍奉的 工作了17年 现在我完全放下世界的一切 来追求来服侍神 来做一个传导人 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 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 因为我要把他的生命传讲出去 我心里拥动那个热情 是没有办法阻止我的 也没有任何的困难和拦阻我的 所以呢我下面要邀请Jerry 你要来分享一下 你既是一个在职场当中侍奉 那你又在教会当中参与了很多的事工 你特别的做了一件事情 在很多基督徒的眼里都很有影响 当然我包括非基督徒也会有影响 就是第一个是做了一个基督百科网 第二个是做这个优儿神 这个教会基督徒的一个网络工具平台 我相信在这些事工当中 你已经付出了极大的热情 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我想你今天实际的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 到底怎么样来坚持 如何来平衡跟家庭跟孩子的关系 好谢谢 我想这中间是神是特别的恩典 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神给我的恩典 我怎样反馈 用于做神国的事工 所以其实神给我的那个无饼二语 我就想把它拿出来 例如这样神让我在工作的时候 有些网站的方面一些技巧的东西学习了 那我想我去用于自己教会网站的建造 当然在自己教会网站建造好了以后 我们一开始去思考 那除了满足自己教会的需要 我怎样能够带领着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 能够满足更多基督徒的需要 你谈这个话题因为特别的重要 就是一个人要发现自己的恩赐 并且把这个恩赐用出来 并且把这个恩赐交给神 所以我相信把一个人的恩赐 来用在服侍神的身上 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意义 我们的价值 我们所做事的果效不同 就把我们新的热情燃烧起来 是的 我还是回过头来看看 我怎样做这个基督徒百科王的事工 神的中间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带领 那么信主时间不长以后 我就想 在我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能够把这个神经的很多知识 通过一个百科王的方法 能把它全部记录下来 记录自己的成长 哪怕是失败的成长也好 所以就带着这么一个原始的个人的梦想 当然也是跟我们小组 那么很多组员说了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小组的梦想 我们试着去做 那么那时候做的时候 也不知道外面其他人做的怎么样 讲的不好听一点讲 就是有点无智者无畏 所以坚持跟创新并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 但是这一切的背后 我知道除了你们个人的梦想 团队的梦想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梦想 是吗 对 非常谢谢 微转道点得很好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 在开始一年的时候 可以说是个人的梦想 带领着我去 持之以恒的去付出 但是过了一年以后 其实我们在不断地思考 我们的团队在思考 神在我们身上的梦想 到底是什么 后来我们找到了答案 我们要走联合的思路 当我们认定是神的梦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就没必要替我自己负责了 神就要替我负责 也就是说 当我们认定要做这个 Uvership for Chinese Church online for Chinese 等各种联合施工的时候 人在哪里 资源在什么地方 神就准备了 因为他的梦在我身上 这是半截 那你讲到 我们要了解神的梦想 是很重要 就是神在我们身上 希望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的创业在哪一个方向 我们怎么样去做 因为当然如果是神帮助我们的话 他会启示我们 一直会带领我们的 因为圣经里面讲 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这个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努力 我们需要努力 但是我们也需要感恩 知道一切的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智慧 很多事情不是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面 而是掌握在神的 他自己的把握里面 如果神帮助我们的时候 他就会看顾我们 就会带领我们 那在美国里面 很多都有这个创业精神 特别在这个湾区 在硅谷一带 那魏传道 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 觉得这个美国的创业精神 带给我们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鼓励榜样 非常感谢上帝 把我们放在美国这个国度里边 美国这个国家 就是照上帝的心意设立的 他最早是有一些清教徒 不远万里跨洋过海 来到这片美洲大陆 他们就怀揣着上帝的梦想 就是要让这个地区 成为一个上帝荣耀充满的地区 经过两百多年短短的历史 到了今天 那我相信这里边最核心的 就是美国精神 那美国精神到底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有见仁见智 包括一个中国作者 也写了一个叫美国精神 他里边提到几个观点 我觉得值得非常的重视 第一 他说人是不可靠的 上帝是可靠的 耳目于心的观点 人是不可靠的 因为人靠自己就不行 你想我们的美国总统 华盛顿 林肯 这些伟大的总统 他们都说 我不行 上帝行 我觉得这是美国精神 就是当我们人把主权交给上帝 让上帝引领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的动力就来了 第二个是我们追求自由 而这个自由不是五度的自由 是追求上帝给我们人生的失望 让你的人发挥神 他在身上你的托付 你的恩赐 你的使命 第三 我相信就是照着基督教的这种圣经的文化 去建立一个充满爱的国度 充满自由的国度 而且呢 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 不达到目的 绝不罢休 这就是美国精神的实质 我相信这也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是非常和谐的 就是我们鼓励每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要重新燃烧起那种美国精神的热情 就是创业的奋斗的热情 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就说 耶和华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 叫他耕种和看守这个原子 圣经里面也讲 就是说如果我们蒙招了之后 我们是什么身份 我们就守着我们的身份 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发现 我们的那个工作应该是什么 我们创业的时候 我们的定点是什么 我们自己的岗位应该是什么 我们的恩赐经验等等的 上帝要我们做一些什么的工作 那如果我们认定了那个目标之后 那个目标我们就要持之以恒 那个目标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成长的背景 我们有不同的经历 有不同的治愈 但是神可能那个旨意不是一样 给每一个人 但是我想每一个人 上帝都希望我们是努力的去做好 神太派我们要做的工作 我们的神给我们的那个旨意使命 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样的去 忠心的去做好我们的那个工作 无论神给我们的那个岗位是什么 可能比如说Jerry你是一个工程师 网路上面你觉得神给你有一个 一份的那个护照 为什么呢 以前你是这个公司里面的那个 做企业的 但是现在神给你一个护照 做这个传道人 你就有这个热情 神也护照我做一个牧师 做一个传道人 我想神给我们观众朋友 给你一个什么的护照 无论叫你是一个商人 或者是一个家庭的主妇 或者是一个医生 或者是工人 我想是基督徒的 我们知道是神叫我们做的 我们就忠心的去做好 我们的那个侍奉 我们就知道 那个神就会当响我们 我们只要好好的去用好 我们的恩赐的话 神是会有一个回报 给我们这个劳碌所得来的 那个果实 可以得享 而且不单单 我们可以得享那个果子 我想这一个的过程 也是很重要 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持之以恒的 我们去努力的 去做好一个工作的时候 其实在当中 可能会有失败的一些经历 但是那些失败的经历 那些我们努力的一个过程 也可以磨练我们 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成熟 我们的品格 可以更加的像我们的上帝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努力的去做 神就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 更加精彩的人生 我们在生命里面 愿意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都找到我们自己的那个目标 我们继续的努力 见证真爱活出精彩 今晚我们与观众朋友们分享的 是持之以恒追求你的人生梦想 将自己的人生梦想 跟我们的国家的梦想 民族的梦想 以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融合起来 当我们有这样的认定的时候 我们就持之以恒的追求 去绝不放弃 像我们生活这个国家 荣有那种创业的 勤奋的使命感的美国精神一样 我相信这样的人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体会 也让你周围的每个人知道 你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 你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有责任感的人 那我盼望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完这些节目 收看以后 我们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来省察和思想 上帝给你身上的托付是什么 来认定你的职业导向和方向 来思想怎么样去面对困难 坚持到底 所以最后 我要请我们 Jerry和牧师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一个吉利和祝福的话语 我想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认准神的梦 第二点是 这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 你经过祷告托付以后 认真努力辞职以后 把他做好 因为这是和神行的一个工作 神通过这个工作会不断地祝福你 我们一个精彩的人生 不仅是自己精彩的人生 更重要的是 神通过我们的努力 带领我们走一个不一样的精彩的人生 各位观众朋友 神是谁听我们祷告的 祂也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愿意现在我就为大家祝福 愿意为大家祈祷 慈悲的神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地上 有我们自己的岗位 神啊 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找到这一个你创造我们的时候的目的 让我们可以找到这一个方向 找到这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可以努力地坚毅地去实践我们的理想 求你加添我们的能力 求你赐给我们恩典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求你继续地带领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见证真爱 活出精彩 今晚我们与电视机前观众分享的话题 是活出一个勤勉的 有毅力的精彩的人生 盼望你不要放弃 神在你身上的托付和命定 知道神给你的心意 然后你就持之以恨地去追求 神与你同在 你不要惊慌 也不要惧怕 更不要畏惧困难 我相信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都有一个重大的托付 一个伟大的使命 你去完成这个使命 你的人生就走向精彩 也盼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来学习寻求上帝 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是圣马雕社区进行会 如果你远离我们的城市 也欢迎你到你旁边 到你周围的信仰纯正的基督教会 那里是你真正的安息之所 那里也是你寻梦的地方 那里也是你梦想成真助力的地方 欢迎你来到神的家里 我们下次再见 是马雕社区进行会中文学校 我们不仅教孩子们学习粤语国语和中国文化 更训练他们的品格 拓展孩子们的事业和能力 圣马雕社区进行会中文学校报名热线 六年三四二零九五九 网上查询 CBCSM.org 圣马雕社区赠讯会 是有一群蒙神呼召的 美国华裔基督徒 组成的信仰纯正基督教会 宗旨是以真诚分享主耶稣的爱 以人爱服务社区 以忠信培育信徒 这里有神的同在 有人间真爱 这里是人生港湾 是听心家园 欢迎 有粤语国语和英语的聚会 欢迎你和你的亲友光临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odemos 假议 Dios 词 晒